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075集 陈兄啊 这弄的 你看 激进丹帝看向了秦晨 一脸的尴尬 他可是知道的 这各大势力中也包括了他丹阁在内 激进丹帝 若是你和陈某还算有交情 就闭嘴 什么也别说了 今天谁来说情都不行 秦晨冷冷地说了一句 激进丹帝见状 叹息了一口气 他知道 今天这事要闹大了 一旦等到各大势力的人前来 事情会闹成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 但是 秦晨都这么说了 显然是已经对他不满了 他再替各大势力说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开不了口 哎呀 罢了罢了 到时候啊 只希望陈兄别打开傻戒吧 无欲已经承受不住再大的损失了 秦晨丹帝只能心中默默地祈祷 对面的萧霞老祖听到两人的交谈 忽悠得眉头一皱 他发现 秦晨丹帝在这少年的面前 竟然有一种拘束的感觉 难道这小子不是因为背靠 秦晨丹帝才这么嚣张呢 萧霞老祖隐隐地觉察到 自己似乎弄错了什么东西 还没来得及细想呢 轰轰地就听到了一道道雄魂的气息略来 天雷城中一道道恐怖的气势汹涌而来 无数道流光横穿天界 纷纷地在天雷城门口落了下来 这是一群身上涌现出可怕气息的强者 最领头的几个气息浓郁 万古不化 一落下来 天地间的真气便疯狂地被扰动着 成为了这片天地中的中心 几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瞬间冲到场上无数舞者们呼吸困难 一个个目光骇人 而此时 这里的动静也惊动了整个天雷城的高手 只见天雷城中一道道流光升腾而起 在远处驻足观光 这些人都是天雷城中最顶级的强者们 在远远地观望着 小东野 到底是什么事 让你竟然连召集令都释放了 难道不知道这召集令 只有天大的事情才能使用吗 其中一个人落下 便阴沉沉地开口 声音中带着不怨 正是天鬼宗宗主 鬼阎罗 这召集令 只有事关重大的时候才能使用 之前他正在闭关中 感受到了召集令的气息 第一时间就飞略出了 却发现根本不像是 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样子 只是他话音刚落下 就听到一道惊呼之声 急 急静丹地前辈 太上长老 一道道惊呼声音纷纷响起 先行落下的一批人注意到了 人群中的急静丹地 一个个纷纷变色 忍不住惊呼 太上长老 你不是去了 封印空间了吗 怎么出来了 其中一个人狂喜地走上前来 此人身穿丹阁炼药石袍 气势雄混 身上的炼药石袍 还钻刻着一枚金丝的勋章 代表着其丹阁副阁主的身份 此人正是丹阁的几大副阁主中的 邱明旭副阁主 众人看到了丹阁急静丹地 目光对视一致 而后全都露出了喜意 纷纷围拢了上来 哎 急静丹地 我听说阁下进入到空间封印中 那空间封印现在在哪呢 传闻有大量的圣经啊 现在那些圣经呢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乌尹门的楚华汉门主呢 我起点娄子墨太长长了 也第一时间进到空间封印了 不知道急静丹地可曾见过 无数纷纷扰扰的声音响起 众人全都火热地看着急静丹地 迫不及待地 询问有关空间封印的事情 各大势力之所以千里迢迢地赶来天雷城 目的就是为了那空间封印中的圣经 自然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诸位诸位 呃这些事呢 我稍后再说 老夫啊 也有一个重要的情报 要和诸位汇报 还请大家稍安无造 飘渺宫勾结义族的事 设下陷阱的事太过重大 急静丹地自然是 要等到娄子墨等人一同到来之后 再统一地公开 听到了急静丹地的话 场上嘈杂声 才逐渐地小了一些 萧家老祖这时冷横的 诸位 本地将诸位叫来 一是因为急静丹地回归之事 而也有另一个事 我要让诸位商量 我萧家长老萧明 之前被急静丹地带来的外人斩杀了 这件事怎么算 什么 萧家的萧明被人斩杀了 众人这才发现了萧家 萧动严老祖一连的铁镜 在他身边 萧家的一名高手抱着一具尸体 那尸体正是大家都熟识的 萧家长老萧明 这让众人心中狂震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萧家的萧明竟然被人杀了 何人如此大胆 而更让人心惊的是 萧动严之前的讲述 杀死萧明的人竟然是急静丹地带来 难道说丹阁和萧家要起冲突吗 一时间 厂商迅速安静下来 所有人目光都看下了急静丹地 和他身边的秦晨纪人 一个个目光闪烁 这似乎是要出大事 老祖就是他 直接杀了血刀老祖 没想到 铁镭城门口连萧家的萧明也杀了 人群中 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的老者身边 藤谷和舒安和两个人神色恭敬 颇有些震撼地传音过来 那老者正是滕家老祖 滕华丧 滕谷和舒安和之前全速赶路 速度极快 虽然比秦晨他们晚到天雷城片刻 但是两个人身份在这儿呢 反而是从另外一个城门 比秦晨早地进入到了天雷城 哦 就是此人杀了血刀老祖 滕家老祖滕花葬 有着阴沟鼻 目光阴质 冷冷地看着秦晨 嘴角勾勒出冷笑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狂吗 众人顺着萧家老祖的视线 目光也都纷纷地落在了秦晨的身上 那天鬼宗的宗主 鬼阎罗 阴策策地道 秦晨谈地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诸位 这 其实就是个误会 嘿嘿嘿 秦晨谈地上前 刚准备解释 这不是什么误会 肖家的肖明 就是本少杀的 秦晨冷冷开口了 肖家肖明 胆大妄为 竟然敢霸占天雷城 并定下规定 任何进入天雷城之人 要缴纳一千上品真实 纠战雀巢 土匪行径 本少看不过 就把人给杀了 听说这个事情 还有你们各大势力 在其中掺和着 本少也不是 不讲情理之人 从即日起 各大势力 停止对天雷城的掌控 天雷城回归 本土各大势力手中 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 秦晨语气冷漠 像是在宣布一个事实 让场上众人 全都目瞪口呆 一个个瞠目接受 这小子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吗 让各大势力 停止对天雷城的掌控 他到底哪儿来的底气 敢说这样的话 隔下好大的口气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老夫已经多少年 没有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 狂妄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狂妄 能不狂妄 诸位没看到 连萧夏的萧明都被此人给杀了吗 若不定此人暴怒之下 连窝腾也要杀了呢 一群人怒急反笑 纷纷纷大笑笑 看秦晨的表情 就像是看一个白痴影 谁给他的勇气说出这话了 急进丹地吗 诸位 还是小心一些 别真的被此次给杀了 此人之前在雷霆之海中 还杀了血云们的血刀老祖 更是连我滕家的滕骨也差点死在他手上 这样的天桥会怕诸位 滕华藏音侧侧的冷笑道 什么 此人之前还杀了血刀老祖 连滕骨都差点死在他手上 死言一处 全场再度大阵 纷纷哗人 滕家和萧家 都是大陆最顶级的士家 竟然有人敢对 这两大士家动手 不要命了吗 就算是急进丹地坐后台 也不至于嚣张成这样的 丹阁势强 一向超然 但是惹怒了两大士家 丹阁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定然会损失巨大的 急进丹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急进丹地 这是你的意思 立即就有人看向了急进丹地 皱眉问道 在他们看来 秦辰一个年轻人 是万万不敢招惹萧家和滕家的 除非是急进丹地 此事与老夫无关 不过老夫奉劝诸位一句 天雷城本就是散秀城池 即便是有人想统一 也应该由天雷城的本土势力来啊 还轮不到我们各大势力出手呢 急进丹地 他感受到众人灵力的目光和不满的语气 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好相遇 而且以他一个人也无法压制出这么多顶级势力 急进丹地是嫌我们管太宽了是吗 急进丹地这么说 老夫倒是要好好怀疑一下那空间封印中的情况了 咱哥不会是想独吞那些圣经吧 萧家老祖再度冷笑起来 要说此事不是急进丹地搞的 打死他都不信 一个少年修为再高敢和他萧家叫板 急进丹地说与他无关鬼猜信呢 其他人也是纷纷一惊 他们自然也认为此事是急进丹地所为 可急进丹地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想霸占天雷城和那雷霆之海中的空间封印不成吗 不少人脸色微变 除了这个可能 他们也想不出来别的理由了 唉 急进丹地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自己的好言相劝 竟然都没人理会 罢了罢了 此事啊 老夫就不颤和了 他摇了摇头 对着秦臣公说道 陈兄 我当个尊重陈兄的决定 从极可及退出天雷城的掌管 还请陈兄手下留情啊 说完这话 急进丹地立即来到了丹阁 求明旭副阁主的身前 愣声道 求明旭 不愿意境 不知道急进丹地是什么意思 不由的露出了为难之色 须知 天雷城在武裕之中的地位十分的特殊 无数年来 虽然没有哪个势力占据天雷城 但那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现在因为空间封印的事情 各大势力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 进入天雷城中 急进丹地却让他丹阁退出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犹豫 急进丹地身为太上长老 地位自然是比他这个副阁主要高的 毕竟急进丹地当年也曾是丹阁的副阁主 可求明旭身为丹阁副阁主 也算是丹阁高层 有一定的自主权 现在急进丹地直接命令他放弃天雷城的利益 心中难免会有些不爽 怎么 老夫的话不管用啊 急进丹地怒急 冷冷的 不 太上长老既然亲自开口了 求某自然听从 求明旭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听从了急进丹地的吩咐 为了一点义气之争 而得罪急进丹地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反正这决定是急进丹地所问 回头就算是阁主大人怪罪下来 也怪不到他头上 众人看到了丹阁在急进丹地的命令下 竟然真的退出天雷城的掌控 不要都纷纷一乐 丹阁竟然真的退出了 哈哈哈哈 急进丹地 你这么演戏有意思吗 这时 萧动严老族却是忍不住 嘲讽说的 他才不相信 丹阁会真的放弃天雷城的利益 哪怕是为了那空间封印 光是天雷城本身 也有个巨大价值 哪个势力不想进来吃口肉 无偿退出 有这好事 他心中冷笑连连 面露不屑 更加笃定急进丹地 害死了他萧家长老萧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耽哥为了这点利益 真是什么手段都施展出来了 而萧动严老族的话 也让其他的枪者 纷纷回过神了 认同萧动严的汉法 忽悠地冷冷笑的